地图鱼太好养了,新手快来养呀 我怎么感觉现在有点养不起地图鱼了呢 大家好,这里是一二水族 中型观赏鱼,养点啥呢 有没有人给你推荐过地图鱼 如果你有一个90厘米以上的鱼缸 养几条地图鱼,其实还是不错的 非常好养,很皮静 而且地图鱼体表的花色,非常的精致 没有一个完全是相同的 因为这种鱼个头比较大 所以要用90厘米以上的鱼缸养 每天给它喂几斤虾肉,长得非常快 为什么一开始我就说有点养不起地图鱼了呢 就是因为买不起虾肉了呀 不知道换成鸡肉行不行 就算换成饲料 现在有点不舍得让它们每顿吃饱了 是我自己太扣门,还是因为地图鱼太能吃呢 每天让它们吃个半饱 它们会不会在鱼缸里面画圈圈 诅咒这个扣门的主人呀 地图鱼除了能吃,没有别的毛病 想着没吃的时候呢,在鱼缸里面打打架 你咬咬我,我咬咬你 整个鱼缸热闹非凡 对于咱们喜欢安静的鱼友来说 不知道这个算不算毛病 想要养好的地图鱼 还是要了解一点养鱼的知识啊 它是热带鱼 记得水温给它保持25度 我这几天就犯了一个错误 把草缸加热棒给关了 鱼缸里面一共四条一二鱼 直接挂了三条,因为地图鱼比较能吃啊 那必然就比较能拉 鱼缸有一个强大的过滤系统 这个是必不可少的 别的就没有啥了 看了这么多 不知道你还会不会养这个地图鱼呢 再见 再见 谢谢大家